我们中国的庄老学说 其实庄子的哲学 我们古代的一个哲学家 我们去想的时候 其实庄子 他的理论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庄子的哲学 是根据后来是他的一个好友 叫惠子 惠子怎么天天评价他的声音 评价他的理论 说是臭春树 不是香树 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但是就是这样 庄子的一个理论是什么 叫无用而用 方为大用 对不对 那无用是真的没用吗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反面的声音 一定要画出一种积极的能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